据说 当一辆劳斯莱斯从你身后使过时 若你不回头 则完全无法感觉到它的一丝声音 当你把一枚硬币 立在它正在运行的发动机上时 硬币也依然纹丝不动 这个传奇的品牌 是汽车界雍容华贵的代名词 无论它的造价多么昂贵 款式多么复古 至今也依旧无人能挑战它的江湖地位 然而除了在汽车领域登峰造极 英国科学博物馆里 摆放着由劳斯莱斯研发的飞机发动机 人们对它的赞誉是 它拯救了英国 劳斯莱斯的高贵为什么百年不变 它又在何时成为与通用不分伯仲的 飞机发动机制造商的 触摸品质 发现未来 请立即观看十万个品牌故事之 劳斯莱斯 英国骄傲 重叠的阿阿标志 是劳斯莱斯尊贵身份的象征 它来源于两位英国创始人的名字 它们分别是机械天才亨利莱斯 和出身贵族家庭的劳斯 1903年 莱斯成功制造出第一款两气缸发动机 Royce汽车 劳斯看到后 对这辆运行流畅 遭音很小的车子 很感兴趣 他立刻提出邀请 在1904年的圣诞节 与莱斯签下协议 成立了劳斯莱斯汽车制造公司 1907年巴黎汽车博览会上 劳斯莱斯凭借金色中顶型散热器 引起人们的关注 这种与其他企业截然不同的造车理念 比如马车走入式设计 向后打开的车门 让当时的新闻界 对其毫不吝惜赞美之词 认为银媚是世界上最好的一辆车 截止1924年时 劳斯莱斯一共生产了6173辆银媚 全车有手工制造 除了独特的设计外 它还凭借可连续驾驶22500公里的耐用性 最高车速达110千米每小时等出色性能 让劳斯莱斯成功继身 世界顶级汽车品牌行列 1925年 为了满足人们不断升级的审美需求 劳斯莱斯在银媚的底盘上 安装了新的发动机 这款车就是后来被无数收藏家 疯狂追逐的幻影一代 四年后 加装了顶棚的幻影二代问世 底盘设计更去向现代化 为了让喷气看起来闪闪发光 幻影二代将研磨成粉末的沁鱼鳞 混合到油漆中 在内饰设计上 更是奢华地使用了法国上等皮革 以及与车身蓝色相配的小无花果木 1931年 发生了一件对劳斯莱斯来说非常重要的事 那就是他们收购了濒临破产的宾利 将其定位为劳斯莱斯的第二品牌 与此同时 幻影三代的研发正寝罗密鼓地进行着 可惜莱斯先生在1933年去世了 并没有亲眼见到自己投入了巨大心血的幻影三代 不过也许对莱斯来说 这并不是一件汉事 因为造价昂贵 发动机采用了飞机发动机同款材料的幻影三代上市以后 因为降温问题遭遇了彻头彻尾的失败 在生产了727辆后 幻影三代停产 这也意味着劳斯莱斯从不顾及研发费用的时代 宣告结束 在经历了二战后 劳斯莱斯于1946年推出兵力马克六 两年后 劳斯莱斯以兵力的底盘为基础 制造出银色黎明 此后不久 劳斯莱斯战后第一款基于自身底盘 专门为伊丽莎白女王和爱丁堡公爵所设计的 幻影四代问世 并宣布 幻影四代只卖给国家元首 并将自身推向了超高端的市场定位 并一举击败戴姆勒汽车 1965年 劳斯莱斯销量最多的型号银色阴影温室 他第一次采用承载式车身设计 在16年中售出34000辆 1971年 作为银色阴影的分支 滨海路第一次在车身上使用了通风弹式制动器 最高时速可达200千米每小时 1978年 劳斯莱斯推出新车银色精灵 但是让人意外的是 在银色阴影销量很不错的情况下 公司依旧没有经费在新车型上做文章 同年劳斯莱斯被国防装备集团维克斯所接管 1998年 劳斯莱斯被宝马收购 兵力卖给了大众 而这一切动荡的初音 要追溯到遥远的1914年 当时一战爆发 受政府要求 劳斯莱斯为自己的汽车 安上装甲和机枪 同时开始研制飞机发动机 劳斯莱斯的发动机有多厉害呢 当时协约国一半的飞机发动机都由他所制造 那个在英国博物馆里展示的 被称为拯救了英国的梅林发动机 就诞生于这一时期 它的产量高达16万台 被安装在很多军用飞机上 比如当时的战斗机之王 美国的P51野马式战斗机 二战后 劳斯莱斯所研制的达特和塔因发动机 大大缩短了人们的旅行时间 20世纪60年代 劳斯莱斯先后兼并三家企业 成为英国最大的航空发动机公司 而这也成为他在汽车领域 陷入泥潭的导火索 1971年 劳斯莱斯被选做 Air 1011的唯一发动机供应商 开始全心全意研究三转子 RB 211型发动机 巨大投入让其无暇投资汽车领域 在被英国政府包养同时 后者也将汽车部门正式剥离出 抛给国防装备集团公司维克斯 20世纪90年代 宝马与劳斯莱斯合资 随着飞机发动机RB 211的问世 以及成功应用于波音747 波音757 波音767 让劳斯莱斯成为航空领域的 世界级竞争者 此时 RB 211的继承者特伦特尚尉 市场份额一度飙升到40% 砍去了汽车业务 并一非冲天的劳斯莱斯发动机 也被称为罗尔斯·罗伊斯 简称罗罗 1998年 维克斯集团接受了 宝马5.75亿美元的报价 出售劳斯莱斯汽车业务 大众半路杀出 愿意出价7.95亿美元 并许诺不把其带出英国 维克斯当场访会 并于1998年7月3日 将劳斯莱斯 以14.4亿美元的价格 卖给大众 我们知道 宝马在1990年时 就已经与拥有 劳斯莱斯商标权的 发动机部门 罗罗合资建厂 在劳斯莱斯卖给大众后 宝马表示 将停止 劳斯莱斯汽车发动机的供应 收购站陷入僵局 大众买下了 飞翔女神车标 却无法生产汽车 宝马拿到了商标名 却无法使用 标志性车标和水箱隔山 最终 三峰通过谈判和解 宝马最终拿下了 劳斯莱斯汽车业务 允许大众使用其名字 直至2002年 宾利被卖给大众 2003年 在宝马麾下的劳斯莱斯 推出了第一款车型 在欧美和亚洲 深受欢迎 同年 宝马基于此前的幻影系列 推出第一款实验车型 100EX 2007年 作为全球最奢华的汽车品牌 劳斯莱斯幻影产量 首度突破1000 正式投入量产的101EX 也更名为幻影酷普 加入这一经典家族 2009年 劳斯莱斯为了纪念 当年世界上最好的车 推出劳斯莱斯200EX 取名为Ghost 罗尔斯·罗伊斯 是世界上第二大的 飞机发动机制造商 劳斯莱斯 是世界顶级的 豪华汽车制造商 腾几何时 他是英国权力富有的代表 然而几经动荡 如今 人们依然常用劳斯莱斯 来形容最好的东西 除了阿尔标志 劳斯莱斯车头的 飞翔女神雕塑 首次出现于1911年 100年后 当劳斯莱斯 驶过人群 那个亭亭而立的 飞翔女神 依旧让人 心持神往 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记得关注加收藏 谢谢支持 他是世界范围内 首屈一指的机器人制造公司 曾被谷歌收购 如今由日本软银控股 他是谁 欲知详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